传统脱粉器和新式脱粉器的大笔拼 到底谁能够获胜 随着发明人的妙想 见证香甜花粉的收获 敬请收看外发明 蜜巢香粉 蜜巢香粉 你好观众朋友 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我爱发明 我是主持人陆伯 今天我们演播事情的科学顾问 是大家非常喜爱的 来自高地青少年科技馆的华为老师 华老师您好 你好 华老师平时我们会经常吃蜂蜜 但是你有没有吃过花粉呢 我花粉还是没吃过 但是家里人买的保健品里边 好像见过有这个成分 的确是女性朋友们吃花粉比较常见 像您这么年轻 皮肤又这么好 可以暂时不考虑吃花粉 今天我们这个发明项目 就跟采集花粉有关系 我们都知道风能是从花朵当中采集花粉 采集的过程当中效率是比较低的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发明 就能够提高采集花粉的效率 我们看看这个发明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发明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师傅 这是您的蜂蜂是吗 是 我看您这个蜂蜂规模还不小 不大 不大都什么大 现在是这个蜜蜂是在做什么呀 脱粉 脱花粉 提到蜜蜂 我们都想到采蜜 但除了采蜜 花粉也是蜜蜂采集的目标 花粉含有大量营养元素 食用价值很高 是蜜蜂来以生存的食物之一 蜜蜂在几千万年的进化过程中 形成了巧妙采集花粉的本能行为 在蜜蜂躯体表面长着秘密的绒毛 这些绒毛能够粘起细小的花粉颗粒 在花朵上粘上花粉后 蜜蜂会用脚上将小刷子的花粉刷 把躯体粘满的花粉颗粒 收集在后脚的花囊里 然后带回蜂巢中 但是蜂蜂们如何把这么小的一粒花粉取下来呢 我们这有一个这个 这个是一个脱粉器是吗 我们拿过来我们看一下吧 这个脱粉器 哎呦您不怕遮呀 不要去 这这就是小圈的 哦 这上面有很多小圈圈 对小圈 它就从这边拱进去 蜜蜂就从这个圈圈里面钻进去 钻进去 它这个花篮里面 这个腿子里面的就就就就掉了 蜂蜂好像是不是都堵上了呀 都有这个情况 你看 它都在这边红了红圈 它就是不进去嘛 看 你看这个红 它还就在就在这边搞 它不到不上上面去 你看这 是不是啊 它在这个底下团粉 对啊 对的 它不上上了 它不进去啊 它不愿意进去嘛 你看这 这这这这 是不是啊 嗯 过不了啊 挺抽筒的 你看这 它搞得就这一坛坛的 回潮的蜜蜂进入蜂箱时 必须通过金属圈 但是 金属圈的大小是固定的 蜜蜂却是有大有小 各大的蜜蜂无法顺利通过金属圈 渐渐的就发生了拥堵的现象 而且 一旦出入口被挡住 拥堵就会越来越厉害 回不了潮的蜜蜂 甚至开始吃落在脱粉盒上面的花粉 看来这真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难题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 这这这快点把它挂掉 挂掉就没事了 这这挂掉就没事了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看一下 你这痒痒你 你这蜂蜂哪这么厉害啊 它被拔出来了 怎么还这么疼啊 这这这没个问题啊 这是家没问题啊 这不是业蜂蜂蜂 这没个问题的 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的 我又被择了一口你看 对啊 这没有人啊 这是家蜂蜂蜂蜂 还独行很小的 干活儿了 干不成活儿了 那你说怎么办 这给这损失谁来给付 你看我们在外面也不紧了 那你们说怎么办 你们这个要走那边走远一点嘛 互相远念一下 互相远念一下 那不行 那你不然的话你就搬走 你别在这里老街人 老街我跟你说 那搬走 你搬走 你陪我呢 经过协商 这两位当地村民终于原谅老李 但是也提出不能再让蜜蜂蜂遮人的要求 一场风波就此平息 但是对什么蜜蜂蜂会无缘无故的 遮向路过的人呢 刚是咱们这个蜜蜂遮到人家吧 是的 是的 它在脱粉 它这个因为啊 这个脱粉啊 它这个堵门堵得厉害 诶 堵门厉害啊 它就很奇怪 近处很不方便 它很想钻进去 又钻不进去 又蜜蜂堵在门口很多 很勇气 它心情就爆炒 它就很容易 这位 怎么办呢 有什么办法吗 我们普通这个养蜂员 也做不到什么办法 这是平常的 我们注意一下 过来的研究 我们只有这样想办 没有别的办法 没有别的办法 这里的蜂蜂养的蜜蜂 叫做意大利蜂 个头不算大 但是采集花粉的能力却很强 而且个性比较温顺 由于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 是世界范围内都受欢迎的蜂种 蜂群中负责采密的是工蜂 它们是群体中无私奉献的劳动者 依靠本能不停的工作 但是 一旦养成了习惯 受到外界影响 就会出现暴躁攻击的行为 脱本器恰恰装在蜂腔的入口 不但关系着收集花粉的效果 甚至还会影响蜜蜂正常的生活习性 这个问题有办法解决吗 在武汉当阳市 就有一位蜜蜂专业人士 在考虑这个问题 发明人李平 发明项目 新型护蜂脱粉器 经过一番打听 记者来到了李平所在的研究所 找到了这位蜂专家 您好 请问您是李所长吗 是是 您好 我是周朗平台 我还发明了编达蜂 你好 您好 我们之前联系过的 我们想来看一下您发明的这个蜜蜂的脱粉盒 好 那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可以可以 好在哪儿 在楼上 那我们一块去吧 好的好的好的 我的工作室就在这里 平时找人就在这 就在这 这个就是咱们的脱粉器吗 对 这就是我们新式的脱粉器 这是新式的脱粉器 对 然后这个是老式的 传统的脱粉器 这是传统的脱粉器 我看它们没有什么区别 从表面上看是没有什么区别 实际上它的差距大了很 它里面很大的差别 这个脱粉器的钢圈 是死的 是死圈 它是凝死的 给它扣住了 扣住了 我看一下 你看一下 就是给它扣住了 对 我们这个钢圈 你看 它是活的 一个脚长 一个脚短 大家看一下 是这样子的 一个脚长 就没有给它凝死 没有凝死 对对对 我们这个脱粉器的话 它的钢圈是有团性的 大一点的个体 密封慢慢的掐一下就过去了 小一点的密封脱发粉的时间 它也同样把它们脱下来 比平设计的这种钢圈 有一长一短两个脚 安装时 把较长的脚插紧脱粉器 折弯 钢圈就固定好了 较短的脚则没有固定 保证钢圈的弹性 那我觉得咱们新型的脱粉器 到底好不好用 我们还是要测试一下看看 可以 我们试一下 好 好 我看这个有个封厂 自己家里 我们可以装到 我给提出楼市 楼上就有封厂是吗 对对对 还真是 对 这都是封箱 对 都是封箱 这是我 你好大姐 你好 在干活呢 李平家的顶楼 设置了一个养风厂 风箱的数量也有二十来箱 平时跟妻子两个人一起打理 这里同时也是李平的实验室 她制造的脱粉器 都是在这里 进行实际测试的 要戴帽子是吗 哦 好嘞好嘞 哎呀 哎呀 这蜜蜂 都追着我 咱们还要点香啊 哎 点个香 这个蜜蜂兇的时候咬人 可点香就不咬人了 对 点了香 怕蜜蜂咬就 她怕烟嘛 是吧 嗯 这个蜜蜂的攻击心 就是再多一点 封刺商人 接近蜜蜂 必然带有风险 做好保护工作 是必须的 嗯 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养蜂箱是吗 哎 对对对对 哦 它这个里面是什么样子的呀 能打开我们看一下吗 可以啊 一共有两层啊 哎 上下两层 哎呀 好多蜜蜂啊 下的 是吧 哦 哦 哦 就是 他们就住在这一个一个的隔板里面是吗 对对对 能给它拿出来看看是什么样子的吗 你也不戴手套就敢拿这个闷装的巢啊 他养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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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 雄蜂蜂和蜂蜂蜂 而一个蜂蜂 则有几千甚至几万只的蜜蜂 这么多的数量都要从狭窄的脱粉器通过 真的能够解决容赌的问题吗 李平把脱粉器安装在蜂蜂上 准备试试效果 哦 就用一个钉子就给它固定住了 对 这个钉子可以固定住 这样的话咱们这个脱粉器就安装好了 对 这就安装完了 那我们一会能看到脱粉的效果吗 可以的 就是要等到明天早上 今天是看不了了 今天看不了了 今天看不了了 为什么呢 因为米蜂彩粉的话 是上午的花粉好 下午的花粉长 今天现在已经是下午了 大姐 你觉得她这个新型的脱粉器有用吗 我觉得 怀疑 怀疑她没用 这么多年 我们竹竹贝贝都是用的这个脱粉器 假如是能改变的话 那些参加教授啊 那些院校里面的 都早就跟我们养分人发明出来了 来扔到底啊 我真的 我 她整天逃脱在这个上面 我会心烦的 身为发明人的妻子 李女士却并不看好丈夫的发明 虽然是一家人 但是丈夫用了数十年研究脱粉器 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 她真的不能明白 为什么不能像其他蜂笼那样 安安稳稳的养蜂 既能保证收入 日子也会过得更加轻松 李平面对妻子的埋怨 低头不温 第二天一早 蜜蜂就照常飞出去采灭了 上午露水凝结在花朵上 有一顶湿度 花就会排粉 是采花粉的最佳时刻 到了中午 蜂群开始反朝 检验李平发明的时刻 到了 已经到了收粉的时间 但是脱粉盘上 却空空如也 我看现在这个蜜蜂也是 进进出出 很忙碌 但是看不到有花粉 那咱们现在还看不到效果 今天早上更下了雨 这个尺度太大了 露水太多了也不行 它是有一定的尺度 尺度不要太大 太大了也不能拍 我看这过去前 没什么两样 一样的 等会你看 肯定会有好效果的 我觉得不可能的 那我们就等等看吧 好 等等看 等等看 应该是可以的 我看是不错的 在早上半个小时 差不多 就可以了 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差不多 经过了半小时的等待 终于用蜜蜂 带着花粉回来了 掀膝的后腿上 沾着两颗圆圆的粉团 格外的醒目 但是 这些蜜蜂一直在脱粉器上 爬来爬去 并没有完成脱粉的动作 你看它带的花粉还挺丢的呢 有 有 就这一只 不不不不 我现在不 不不 开始针了 没有 没有出来了 习惯 就是蜜蜂拖花盆的话 不是刚装起来 它就装得好了 它有一个习惯过程 它跟我们 做一个很小的门一样的 我们开始进去的时间 我们进去这个门的时间 很大一个门很宽敞 突然把这个门子 变得很小的时间 进去的时候 要扁着甚至进去 始终不习惯 你看那个开始钻了 对 那个使劲往里钻 慢慢钻 能钻进去吗 可以钻进去 花粉往下掉了 对 还有其他的蜜蜂帮忙 把那个花粉 从这个平台上 给它打下去 看来现在 咱们这个 粗粉的这个状态 还是挺好的 进出 还挺有趣的 现在看看可以 孩子可以 这是个蜜蜂少 这个花粉少 蜜蜂比较少 是吧 所以它进出 还比较轻松 我看它跟以前 没什么两样 一样的 那如果是 一会儿 一会儿的话 蜜蜂还会多起来 是吗 对 等于外海粉严 充足了 到产生的时间 蜂蜂 这个都带着粉 它就 就被堵了 那我们 还是要再等等看 是吧 看来现在蜜蜂 还不是最多的时候 时间又过了十几分钟 回来的蜜蜂更多了 空气里充满 嗡嗡的震翅声 但是随着蜜蜂数量的增加 渐渐发生了 李女士所说的 拥堵现象 很多蜜蜂都爬在蜂箱入口附近 没有进入巢中 形成了密密麻麻的一片 这毒是比香花毒来有点严重一点的 稍微严重一点的 现在气温越来越高 采粉的越来越多 它好像有点赚不赢了 采花粉的那个蜂啊 要进去 出来去采米啊 采花粉的蜂要出来 所以说它们两个都是对鱼的 哎呀 现在好像开始多了 多是有点多 团到一起了 哎 你看现在这个严重堵车呀 就都赶上北京的上下班高峰期了 怎么回事 你看它全部都挤在这个 这个入口的地方 对 它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 想进去的也进不去 想出来的也出不来 这是事实 这点我存在是有个问题 我说了它不小心吗 它整天存在这个里面 哎呀 我看见它抖这个 那我心里就烦 知道吗 跟你说你也不听 白费鸡 白费鸡 我就是反对 决定反对 妻子的反对 让李平感觉困扰 但是却没有动摇他继续研发的决心 面对毒蜂的问题 他反复思考 一个温速引起了他的注意 那就是温度 蜜蜂回潮的时间是下午2点左右 正好属于一天 温度最高的时间段 再加上大批蜜蜂的数量 势必引起蜂巢内部温度升高 这就会引起蜜蜂情绪的暴走 无法顺利完成回潮 也就无法脱离花 但是要怎样才能够降低温度呢 一个小小的脱粉器 能够实现这样的功能吗 这个就是咱们改进以后的脱粉的装置是吗 对对对 我看它现在已经是个盒子了 是个盒子 这个发明的话 它解决了一个主要是解决一个罢工的问题 增加一个盒 它那个空间增大了 它的空气流通好了 尼蜂也在里面 出来了进来了 它一个巡回的空间 华老师 发明人改进了这个脱粉器 变成了一个盒子的形状 是为了改变风箱的温度吗 这是用应用了一个什么样的原理 像发明人对这个风箱这个入口的改进 实际上它是增加了一个缓冲空间 到底什么是缓冲空间 我们实际上在生活中用了很多 比如说像是我们住家 如果有阳台的话 我们会感觉外边的冷热 会经过阳台的这个缓冲空间 然后到室内 我们感觉就会比较缓慢 或者是把温度给它隔离一下 比如说我现在手里的这个简单的一个小道具 这样是一条道路 然后假如说有一个车 坏掉了 我们第二辆车在这儿是没法继续运行的 但是如果中间我们给它设置一个缓冲空间的话 它就可以尽快的 到缓冲空间 然后如果车越来越多的话 在这个缓冲空间的话 就能进行一个暂时的调节 发明人对这个地方的改进 对于它里面这个温度 还是会有一定的好处的 听您这么说 我们感觉这个设计真的是特别的巧 但在实际的情况当中 它行不行的通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 你觉得咱们这一代的脱粉盒 跟之前比是好用不好用呢 我的感觉应该是好用的 那要不这样咱们还是试试看吧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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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去试试 咱们这回再来试一下 你们又来了 我说没有没有 你们今天又来了 我们再设计的新方案 我们来试一试看 新的再来试一试 这个新产品再来试试 好吧 那咱们再给它装上 再装上 然后怎么固定啊 把它就用这个铁丝 挽在上面就行了 一边一个小地 挽一下就行 用铁丝这样 给它固定住 对 用铁丝挽一下就行 它就固定了 这就完了 那我们是不是还是要等到 明天早上才能看到效果呀 那肯定的 要明天早上 上午的时间才能看到效果 好吗 上次就不行 这会还行 我觉得还没用的 你说没用就没用啊 我试试看 说不定我这会比上会 要好多了的 那咱们就试试看 试试看 试试看 等待验证的结果 我看现在这个蜜蜂已经带灰粉来了 开始脱粉了 有点 一圈圈的蜜蜂围在蜂箱周围 看来已经采粉归来 那么这个新型的脱粉器能起到效果吗 携带着黄色粉团的蜜蜂 通过脱粉器陆续进入蜂箱 花粉则一颗颗的脱落下来 很快蜜蜂的数量达到了最大 但是拥堵的程度却大大缓解 看来这一次的改进是有效的 在一旁观察的李萍 也终于放下了心里的一块大石头 不行 您觉得不行吗 那没有出现堵门的现象啊 这一个看 两个看得出来吗 看不出 风群不多 装的个数太少了 装的个数太少了 装了一个 装了一个不能说明问题 好可怕呢 到大蜂场去多装进一些 去对比一下看看情况 到底怎么样 李萍开车来到了认识的一家养蜂场 这个养蜂场里的蜂箱有五六十个 大大超过了研究所的规模 李萍决定 就在这里比赛 来 来 师傅 我过来了 谢谢 好 李萍师傅 这个就是 这个 李大哥发明的 新式的出粉器 咱们这个传统的出粉器 不是经常容易让这民众罢工吗 你觉得它这个 是不是就会 传统比较好一点啊 这个不真的吧 嗯 这个是 这个是它很 对 你觉得会好一点啊 我觉得 这个是用李萍说法 养蜂场的 杨师傅对于李萍的托粉器 半信半疑 但是李萍却充满自信 我们这次选择了二十个蜂箱 其中十个安装李萍的托粉器 十个则用传统的托粉器 李萍从容不迫的安装着它的托粉器 这种盒子状的托粉器 安装很容易 对准出入口后 再用铁丝固定就好了 蜜蜂在托粉器上爬来爬去 看来没有什么不适应 你师傅 嗯 这个东西行不行了 哈哈 你行不行我们要试一下才晓得呢 就这么几天的话 它就没当影响我的产量 哎 那我们尽量的 还是把它装好的方面做 你放心 我要是不管好坏要试一试 好吧 那就给它牵个麻烦啊 给它牵个麻烦 很快托粉器都装好了 好咱们现在已经装好了十个新型的托粉盒哈 咱们就在这个杨师傅的这个封场 脱粉一天的时间 跟这个传统的这个脱粉器比较一下 看一看呢哪边这个脱粉的过程更顺利 然后最后看看哪边的产量更高 咱们比比看 好的好的好的 是 你觉得哪边的产量会高啊 我只要用 要用时间才能有收获 你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对哦 可能 是一样的吧 不一会儿功夫 一些采好了花粉的蜜蜂就开始回潮了 脱粉盘上也渐渐累积起了一层花粉 这些花粉颜色不一 因为除了五辈子之外 蜜蜂还采回了其他植物的花粉 现在刚开始是不准了 但是过一段时间这个蜜蜂多了 不知道情况怎么样 你觉得你有兴趣吗 那应该说蜜蜂多了 用了这个水位的话 蜜蜂多了也应该还是不会准 应该不会准 应该不会准 李平平静的表情下 依然有几分紧张 毕竟 这是一场有真正蜂农参与的实地验证 这个是什么呀 那个黑的 我们这个叫暴风 暴风 暴风 那几根蜂 打起来了 打起来了 对 这个公主 他得到现在出他的蜜蜂 他出来出蜂啊 出蜂出蜂 李平的脱粉器目前一切进行的很顺利 那么 杨师傅那边的传统脱粉器 效果又怎么样呢 这几个带着这个粉团的蜜蜂都不往里端 是不是咱们这个传统的蜜蜂 它是这样 它是脱粉出去 这个脱粉片是上上面 上上去 它和原来的门不一样 它近处就没有原来那么顺便了 所以说它在映着那个位置 好近那个位置 好夹 好夹 就是它在找门 对 找门 找着了就夹着了 对 那咱们这个传统脱粉器你觉得好用吗 传统的也好用 我们一直用来传统的 时间又过去了两个小时 温度也慢慢升上来了 你看这个传统的现在已经开始煮了 传统的就是这个样子 还有煮的 呀 怎么还有一串一串挂在下面的呀 它就是个拔工线像嘛 它现在挂在这里也就是个拔工线像 很典型的拔工线 它不愿意出去干活了 没有 它这还挺恶心的 它这种啊 对我们传统的养蜂来说 尤其是拔花粉 影响特别大的 蜜蜂只要一拔工一堵门 它就不干活了 蜜蜂的行为受本能的指挥 很有纪律性和统一性 但是同时遇到意外状况 会不能很快应变 就像这种温度引起的拥堵现象一旦发生 阻碍了蜜蜂归巢的习惯行为 它们就立刻失去目标 到处乱爬 最后集结成团 它在拖粉的时间呢 集结成图现象 所以一个花期花粉就不像 今天堵 明天堵后面才会堵 它就情绪不高 安装传统拖粉器的风箱 因为温度发生了蜜蜂暴团现象 那么离平的拖粉器 能够避免这种现象吗 我们看咱们这个拖粉器 开车型一点 可以 它你这个东西平时还是不错的 开出目前它还是有效果 怎么样 它这个拖粉器 这个比传统的要好一些 要好一些 咱们这个拖粉的时间结束了吗 还没有 时间还要等一会 现在还早出来 好 现在是早上十点钟 对 要拖粉 是不是要到下午两点钟 差不多 下午要到两点钟左右 嗯 好 那我们再等等看 离平的拖粉器 发挥了它的功效 调节了风箱的温度 但是目前还不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刻 它能不能像在离平研究所里一样 完全避免拥堵的发生难 又过了两个小时 离平的拖粉器前 也发生了拥堵集结的现象 这个风下干啊 这个拖粉器上面好多好多 拖粉器上面好多好多 好多 拖粉器 拖粉器 是不是 好像还不太轩益 这好像不太透气 嗯 还是需要改 是 不行不行 虽然拖粉器 降低了一部分风房的温度 但是 中午的温度 还是要高过早晨 而更重要的是 蜂巢中的雄蜂 有中午外出的即兴 这就正好跟要进门的 工蜂撞在一起 再加上较高的温度 蜜蜂的龟巢行为 就又陷入了 恶性循环 好多 不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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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两个小时会准的 好多啊 过两个小时会准的 不要紧 不要紧 过两个小时会准的 天啊 再给你磨一下 它会好生心 风群的拥堵 让蜜蜂的情绪变得暴躁 规击了蜂相边的记者 这就如同之前 遮上路人的蜜蜂一样 看来 让蜜蜂顺利归朝 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那您这个光现在已经堵住您这个脱粉器的这个口了哈 您觉得咱们还需要继续观察吗 那要观察 我们做事业嘛 就做到底 大概下午四五点吧 咱们现在已经是下午五点的时间了哈 我们看这个蜜蜂也已经带不回这个花粉了 对对 那我们现在就看一下咱们这个 呃传统的这个脱粉器的这个效果 跟这个新式的脱粉器的这个效果都平不一样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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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好的 好 这个是传统的哈 咱们来称一下 看看有多少 好好的 2250 2250 2250克 对 那么 李平那边又采集了多少花粉呢 嗯 这个是 2050 2050克 像 比这个传统的 霍豆粉的数量 要少那么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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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就想到了 我说它 呃 平时都是虾线啊 嗯 我们总的来说 都还是想把它搞好吧是不是 你不研究 他不研究 大家都不研究 你怎么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是不是 我们研究的目的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啊 解决这个难题 平时言语不多的李平 经不住情绪上来 失败和别人的劝阻 反而让他越败越勇 但是 面对这么多数量的蜜蜂 要怎么样才能照顾好他们的习性 让脱粉顺利寄情呢 李平回到研究所 先进了深思 针对遇到的问题 李平又重新设计了他的发明 新的发明又是什么样子呢 哦 这个就是咱们改进后的这个脱粉盒了是吗 对 是 就是这种 就是改进后的 之前 差别不大呀 这个差别 从外表上看差别是不大 嗯 实际上它真正的差别 你看 这个底下 改成了一个 那个死风开关 嗯 因为可以排出死风 也可以放出雄风 因为脱花本的时间 有死风和雄风都是要排出来的 嗯 出入口只有一个 容易导致涌动 那么 何不在主通道旁边再加一个出口呢 这次的设计添加了死风开关 可以在归潮高峰期打开开关 你就打开了风潮的另一扇门 让雄风或清理的死风从这里出去 但是这样的设计 蜜蜂能够领悟吗 记者决定再来一次验证 我们依然采取实地对比验证的方式 看看这一次能不能改善效果 打败传统脱粉器 但是上次比赛的杨师傅觉得 实验只会影响他的裁粉工作 拒绝了李平 李平只好找了村里的另外一位蜂笼 小黄 这一次我们增加了比赛风箱的数量 从上次的20箱变为32箱 李平和小黄各收16个风箱的花粉 看看谁收的比较多 过程更顺利 时间转眼从早晨到了中午 败出彩粉的工风开始归巢 这时又像上次一样出现了蜜蜂拥堵的现象 我现在到中午了 看到那个熊蜂在里面有点刀断 熊蜂有点刀断 那里这样 我来把那个熊蜂拳 我专门设计了熊蜂拳 我把那个熊蜂拳打开可能就会好些了 我把那个熊蜂拳打开可能就会好些了 熊蜂拳打开可能就会了 对 转一下就能搬一下 对 转一下就能搬一下 转一下 哎呀 都往外跑 那好多啊 这就是熊蜂吧 这就是熊蜂 你个头特别大 尾部还是黑色的是吧 对对对 可是我看还有一些带着花粉的蜂蜂也飞进去了呀 啊这就是熊蜂 少量的,它没有几个,它刚开始是唯一中发现这个东西的。 对,没关系。 对,对,没关系,它很少,比较小。 此风开关打开不一会儿,就有密封开始从里面钻出来。 在天气晴朗,温度较高的日子里,雄风一般中午都要从风箱出来交配,一次会有几百上千只雄风要出来。 这么大的树养,怪不得会造成拥堵。 我看现在好像密封越来越少了,暗中的这个风口呢。 是的,这里这个开关开关,它又是从小过来。 开始有小过吧,这个小过蛮明明的。 之前您见到过这样的现象吗,就是开始已经爬满了这个风箱,然后后来会越来越少。 密封就是一个,那看来咱们这个风口开关还挺有用的。 这当然有用了。 这个东西在开始设计的时间,我就考虑到这个上面,考虑到很久很久。 李平的风箱解决了问题,那么传统的托粉器那边,情况怎么样呢? 你看这一条,这一条风,这一条风,这一条骨子是最厉害的啊。 这一条骨子是最厉害的啊,这一条骨子是最厉害的啊。 这一条骨子是最厉害的啊,那有个人都爬到几样上面去了,那一条骨子是最厉害的啊。 哦,对,就爬到几样上面去了,那一条骨子是最厉害的啊。 那就是上面撒去了。 整个温度高的时间,大概11点多,12点多的话,他们全部都要满满,你不去了,没办法。 看来,改进过的托粉器真的能够缓解拥堵的现象,这一下应该能够赢得了这场比赛。 李平的期望更大了,但是不一会儿,李平的风箱也发生拥堵了。 你看它那个出来的风要出来啊 就是风有的进去 它这是养股的吗 这回你看表情 这回再看吧 现在迷宏的那个情形 那么已经不回来的这个 我已经养股越大 是不是现在男生 所以回来它比较紧急又潮了 又继续了 又过了一个小时 采粉的蜜蜂大部分都归巢了 拥堵的现象 却并没有像礼品希望的那样缓解 看到自己的发明没有达到预期 李平感觉心口也被堵住了一半 比赛的结果已经不重要了 他觉得这次的尝试已经被宣告失败 咱们这个传统的拖粉的效果 跟这个新式的拖粉效果 我看这个接粉盒上的量是差不多的 对 差不多 没有太大的差别 差别不大 小黄 你觉得它这个效果怎么样 效果差不多吧 跟以前的差不多 跟以前一样的 如果是要你换上它这个新的拖粉盒 你愿意吗 不愿意 现在不愿意 为什么 因为它的成本太高 还要继续改 不改不行 回到了研究所的李平 百思不得其解 为什么考虑的如此周全的设计 还是失败了呢 难道对于蜜蜂 还有什么疏忽的地方 他再一次研究了蜜蜂的习性 想要找到产生拥堵的关键因素 终于 他得出了结论 这个就是咱们第四代的这个拖粉器了 嗯 对 就是就是 我看这个大小比之前又大了很多啊 多了两排 多了两排 拖风筒多了两排 拖风筒多了两排 对对对 然后相当于这个里面的空间也就重大了 对对对 这就是我的目的 空间要加大一点 然后这个还多了一个网子 增大了的拖粉片 等于扩大了蜜蜂回潮的入口 这就直接缓解了拥堵 而拖粉器下面增加的沙网 则是李平根据蜜蜂的习性设计的 采粉归来的蜜蜂 往往都筋疲力尽 有时飞不到出入口 吊在拖粉盘上 有了这个沙网 就可以让蜜蜂暂时爬在上面休息 另一方面 它也避免了在出入口下面抱团 让蜜蜂更快回潮 我看咱们这个第四代的这个拖粉盒 跟之前比又有一些不一样 那到底好不好用 我们还是测试一下看看吧 好的好的 测试一下 又比较可以鉴别吧 李平觉得 这一次的设计充分考虑了蜜蜂的习性 肯定没有问题 记者决定 这一次的实地比赛的对象 是节目开始的蜂龙刘师傅 看看李平的发明 能不能帮助受到困扰的他 李平开车来到更远的郊外 这里的植物数量更多 让蜂场也更大 市场所有蜂场也要有 女士 您的事情麻烦还 握到 我想做了一个第四代的一个设备 拖粉的设备 现在还是你拖到这个时间 是行不行 给您添个麻烦 刘师傅答应了礼品的请求 比赛开始准备 我们这一次选择了80个风箱 双方各40个 看看这么大的数量 能够比赛出什么样的结果 刘师傅你觉得这两边哪边产量高啊 是您的传统的脱粉片 还是他这个脱粉器啊 当天还不能说明问题 这就是和头上看效果吧 现在还不知道 现在还不知道 李大哥您觉得呢 肯定没问题 这肯定行 因为反复改了几代了 这我非常有把握 非常自信的 我们这一次还是以一天为比赛时间 到下午两点 看看哪一边的花粉收得更多 这一次的养蜂场 不光规模变大 每一箱的蜂群数量也更多 按蜂农的话讲 就是蜂群更强 彩粉能力更强 很快两个小时过去 蜜蜂开始归来 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哈 咱们这个装粉 花粉的这个托盘 那这个笔已经给它铺满了 对 是这样 今天的那个石度比较大 因为刚下过雨嘛 是吧 植物排粉的话 有石度有温度的话 排粉都很好 这个蜂蜂也容易踩到那个粉栏里面 所以它带回来的粉坛比较大 但是我觉得哈 之前咱们也做过那么多次测试了 开始的时候也都挺好 可是到后来可能慢慢的就会出问题 你觉得咱们这回会是什么情况 我看怎么有问题啊 肯定没问题 再不会堵起来了 档树增加了四排 不光是出入口扩大 还增加了托粉器的空间 使得缓冲区域更大 调节温度的效果更好 更有利于密封工作 那么传统的托粉器那边 情况怎么样呢 我看这个这边哈 也是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这个托粉的数量 好像明显就不如那边了 少一点 看来还明显的少多了 毕竟咱们这个排数比较少 这边是四排 对对对 而且我看现在都已经堵上了 这边 对 它空气流通差了 这几个堵这么厉害 这是风气墙 它堵门就堵得厉害 而我们想增加产量的时间 是要风气越强 也高产我们的之间的目的 但是在现实中的话 风气越强 越是用传统的产品 就堵门越严重 老刘养的风箱 每一箱蜜蜂数量更多 所以造成的拥堵更严重 时间现在是中午 距离裁粉结束 还有一段时间 以凭能将它的优势 保持到底吗 对啊 它在咬它 它咬了把它咬走的 不然它来倒泥呢 这就是稻蜂 它一下到箱里面 去倒它的泥 它就抵抗它把它咬走 就把它咬走了 是吧 这就是把敌人给赶跑 把敌人赶跑它 这一项风的话 风情比较弱 外面的野蜜风 过来进入它的话 它就没有抗道的能力 通常的持续就乱掉了 乱掉以后 它就不破粉了 不拆粉了 这个花粉就没有了 怎么办呀 那咱们会不会 一会儿又把敌人给输掉了 不会不会 我专门设计了一个新的 一个很先进的东西 这就是我们的 专门解决这个问题的 我们现在感觉到 这个排数增加 所引起的这个费病 是吧 我们根据奉行的强弱 可以随意安排排数的多少 是吧 就是把这个排数给它 对啊 捉起来 对啊 相当一定就是可调控的 对对对对 根据风群的不同 第四代凸粉器 可以灵活改变开口的大小 既能避免拥堵的发生 又能保护 风潮的安全 设计的非常周到 看来李平这一次 真是把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 李平来回巡视 情况一切正常 蜜蜂们不停的忙碌着 花粉越积越多 空气里飘着收获的甜味 这正是李平热爱养风的原因 以辛苦付出 换得甜蜜的收获 时间结束了 我们来看看 两边的结果都怎么样 好 这样我们先称咱们这个传统的吧 好 称传统的 12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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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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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这个拖出来的量是它的免费 那是 那是 这个拖粉器很厉害的 那你愿意用它就有拖粉器吗 那里肯定了 那里整小果嘛 搞什么事 整小果整小鱼嘛 对不对 正非我看到这我就高兴了 高兴了 哎呀我又忘了 李平发明的拖粉器 针对蜜蜂的生活习性 进行了全面的设计 改善了传统拖粉器 设计单一的缺陷 还一是采取了弹性钢圈的设计 让不同大小的蜜蜂都能够归巢 从而收取花粉 另外 针对蜜蜂拥堵的情况 李平进行了各种细节改善 让拖粉过程顺利进行 这个发明有三个方面的 第一个方面也就是最大的优点 就是提高了花粉的产量 它比平时的花粉产量 提高了接近一到两倍 第二个优点就是 可以保护蜜蜂 第三是携带方便 因为它是可以折叠的 但是它还有一个 值得改善的地方 就是花粉网两边 蜜蜂不够紧密 蜜蜂可以进去偷射花粉 中国世代的改善 我们的拖粉器最终是 捷进了完美 在这里我们也祝贺发明人 好的观众朋友们 以上就是这一期 我还发明的全部内容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 有什么好的发明和创意 可以和我们的栏目信息联系 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或者是新浪微博 在这里再次感谢 华老师光丽远博士 进行精彩的点评 也感谢电视机前的您 收看这一期的我爱发明 让我们下期同样时间 再见 是怎样的一台机器爬梯田 快捷灵活 是怎样另一台设备 在水田中行走 如履平地 面对收割难度极大的梯田 睡到收割机 能否赢得比赛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